反桌的菜 等一下再看 這樣要多少 這樣要多少多少 我可以放在這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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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很多味道 先醬 好 它選擇很多耶 這次吃的是 泰式日本料理 對 它有肉炸的 然後 吃一下它的炸心 它有炸的 有烤的 我們點的蠻多種的 對不對 我為什麼會進來呢 因為我發現 它的價格 跟日本比至少一倍以上 就是 它也算都五六 六七四八九十這樣 那如果你在日本連化給 一份的話 一百多塊 那是一份船 這是丼飯嗎 然後我點了一塊丼飯 這丼飯才是一百 一百一十 算一百二 太豬而已 真的喔 對 你看 在G9屋裡面一百二的丼飯 對 那你吃很寶 那你吃很寶 先吃它的炸 然後我覺得好特別喔 就是 酸酸的 廢話 所以它也不適合配美容吃啊 看一看 我覺得還好 因為它的餅沒有 像日本那麼脆 所以它的肉質好吃 比較粉嗎 沒有 對 它沒有日本那種炸 酥脆感 但是我覺得它的肉質 是可以的 這一家 然後 這個吧 這個重點 它們燒烤能力 跟日本人到底有辦法比較嗎 排骨 喔這是排骨 難得有排骨 我們在日本沒有吃過排骨啊 這是沒有骨頭類的 就有點像 嗯 日本醬油的排骨 比較好 日式醬油的糖 那種 甜排骨 那種 還不錯啊 我覺得肉 我覺得肉很鬆啊 它這一家雖然沒有 可能 烤的功力沒有像 日本的那麼深厚 可是我覺得 以它的價格來說 很非常實惠 就是 它的肉的 很新鮮 然後肉汁都 多多多油 只是沒有烤到那麼 焦香 日本那種 炭焦香很厲害 它就沒有那麼焦香 不過 看在價格上 我是可以接受 價格取勝 很適合 變成有點 很適合台灣的那個 那個 財產店 就是 熊的狗人話 熊的狗人話 大家喝酒聊天 很適合來 然後就是 吃點肉 對 吃肉配醬 你也不會覺得有負擔 他好像要吃它的丼飯 那個輕子丼 你看 它附的那個 它附刀插在裡面 不過我習慣用筷子 你看 它很可惜 它的 它的蛋液沒有那麼多 因為日本丼飯幾乎都是蛋液鋪滿 但是它肉給的很 很大方 你看滿滿的肉塊 它麵幾乎都偷 不管不懂 只是它沒有 那種 那種 丼飯的那個蛋液 我覺得滿可惜 因為那個滿下飯的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CP值得很高 一碗飯 這麼多肉才一百多塊 而且是在拒絕 所以它 我覺得有淋上醬 有點圓圓不絕的 很辣耶 你這樣醬油就比較醬 喜歡甜一點可以加一點點醬 對啊 但是我是覺得你可以再看 因為它這裡東西非常多 你可以點菜 它有菜單 你看一下菜單 它有很多選項 你有沒有看到 滿桌的菜 你等一下再看 你這樣要多少錢 你這樣要多少錢 這才是中的 我覺得應該扣千了吧 對啊 如果你想更多 cones 砂糖 這些都要多界 小廁等 有袋 recipes